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鼠温高热的过程中 热血消耗了气氛的精液 凝聚成痰 消耗了血氛的精液 血中精液不足 凝聚成鱼 痰鱼阻塞了经络 经络不通 各个部位都湿痒 由于经络不通 哪个部位湿痒 哪个部位就发生障碍 比如说耳湿痒就可以龙 目湿痒就可以不明 目盲 它阻塞了新包络 就可以出现痴呆 阻塞在肢体 肢体就可以 或者强直或者是转碳 都有可能 归根结底 是痰和瘀的问题 那么热还有没有呢 一般来说没有了 到后医症的阶段就没有热了 所以治疗啊 要化痰去瘀 因为它这个痰瘀 是阻塞在经络 部位很深 所以要用搜剔的药 搜剔经络 三甲散 是这么个防径 但是呢 它主要是在于活血 没有化痰的药 这个不行 这种病人 一般来说 十二 或有一般 胎腻 都有它 所以临床祖方呢 咱们可以根据 需要 根据病人不同的表现 选用不同的药物 没有成方可用 有的人呢 用载道丸 长期的服 载道丸长期服不行 一个是贵 再一个 它毕竟通络的药 偏造 也有的人 用安宫硫磺 安宫硫磺 也不是常用的药 一个是它贵 另外一个 它太凉 也有的人 用硫磺清心 硫磺清心 比安宫硫磺的 凉性要小 但是它也不能 偿服啊 所以我们可以 根据病人的具体病情 或者偏移痰 或者偏移瘀 或者偏移瘀 自己组防 但是呢 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病 时间很长 也不适于长期的用汤药 一个 汤药太贵 你不用多 每天十块 长期随往也不行 再一个 长期的服用糖药 太胃 吃时间长了 就不想吃饭了 因为这种病人 长期的吃 他也不接受 所以用丸剂或者散剂 因为它本来 就是个慢性病了 是个后遗症了 用丸剂散剂 可以偿服 而且药量小 缓缓地发生作用 欲速则不达 你用糖药也是一样 常用的活血药 桃红酥 这是个基本方 当归养血活血 穿胸活血 为什么用生地呢 不用熟地呢 因为熟地太腻 长期的服 它太自腻 害胃 生地清零 同时呢 又可以制约这些药的造 你看当归 穿胸 红花 这药都很造 用生地 能够滋阴 润造 赤勺活血 桃仁活血 润造 红花活血 这是个基本方 这些药物 可以养血活血 但是它没有搜剂作用 加搜剂的活血 加搜剂的活血 这一类的 山甲 地龙 白花蛇 骑蛇 无烧蛇 有搜剂作用 它是能够散风 活血 通落 散风 通落 白花蛇 和骑蛇 都很贵 最好不用它 无烧蛇便宜 用无烧蛇 来代替 当然你条件好 白花蛇 最好 但是它最贵 骑蛇 烧刺 也贵 无烧蛇 最便宜 在这里边可以根据情况 根据病情 根据它的经济情况 选 总归是搜剂经络 如果有风 这些药有散风作用 搜剂经络 散风 再一类药 化痰药 根据病人的情况 有的呀 没有热相 有的有热相 所以选药呢 要根据它热相 重不重 选用 温化寒痰的 或者是清化热痰的 这个药性上要注意 常用的药 清半相 南腥 天独黄 天独黄 这位母 刮螺皮 如果说热相不明显 用半相 质南形 兴温 走窜 兴温走窜 又质的 如果说 它有明显的热相 舌台黄 用胆南形 那就不用半下 和正南形了 用胆南形 天独黄 这位母和刮螺 它是清化热痰药 所以有热的时候 用它们 这个白戒子 我倒觉得 不管寒热都用 为什么 白戒子走窜 作用非常强 它有透露作用 它是皮里 磨外之痰吗 它能够 透门 经络里边痰 非白戒子不能化 尽管它有热相 配着大体量 胆南形 天独黄 可以用 白戒子 泡山甲 这是 不能少的药 这个搜体经络 活血 这个 化经络里边的痰 再有 活血化痰 必须要行弃 常用的 纸实 厚破 木箱 相复 有时候也用穿链 陈皮 台湖 这些药 这些药 虽然都是行弃的 但是它们作用并不相同 有的是降 有的是生 情弃药里边 你比如说 紫实 厚破 穿链 这类药 都是下行 使气机下行 像木箱 相复 是生药 使气 生轻 使气往上生 所以生的和降的 要配合使用 有生 无降 有降 无生 都不全面 浴巾 是气中血药 既能行气 又能活血 它是心寒药 柴湖 疏肝 离气 它也是生药 上行的 这是根据具体病情 在这里边选 另外还要考虑到病人的气血 包括血 包括阴 这么两个方面 这种病人 一般倒不至于阳虚 他往往时间长了 兼有气虚或者血虚 如果兼有气虚的 补气 黄旗 生用 而且剂量可以大 生黄旗走表 补气 活血 补阳黄五汤 四两黄旗为军药 它能够补气活血 可以大剂量的用 党身 阴血不毒的 补阴 补血药 可以用恶交 杀身 黄金 或者玉竹 这一类 手地一般不用 用生地 杀身 补阴 玉竹补气阴 偏移阴 黄金补气阴 偏移气 可以根据具体的病情 根据它的 有热没热 弹湿的轻重程度 根据它有没有气虚 血虚 阴虚 但总归 如果长期服用 应该加一些个补义的药 因为药 因为药也耗伤症气 是药三分多 肝草是国老 大家都知道 肝草可以调和毒药 但是肝草也不能常用 长期大量的用肝草 也可以导致黏移性水肿 所以这些药如果长期服 要加一些负症 活血型气药 它容易伤气血 选好药物之后 根据病人的年龄体质 用以适当的剂量 加工 或者是共轨细末 用伞 伞呢可以用热水重复 方便 也可以水范围玩 或者是用神渠糊玩 神渠糊玩可以助消化 水玩也可以 神渠糊玩也可以 小粒的 或者是密玩 因为这种人 往往大便不正常 有时候大便不通 用密玩可以认常 根据不同的情况 选用不同的药物 可以长期服用 这样用呢 要比用汤药便宜 比橙药也便宜 再到晚 和牛黄行心都很贵 这个能比它便宜好几倍 作用并不比它刺 如果说 病人有痴呆 反应迟钝 射箱 长途 方向开窍要 但一般情况下 长途 用尽量大一点 可以 它起方向开窍作用 但是毕竟它力量有限 真正痴呆反应迟钝 要用射箱 开窍 清深 看起来用射箱很贵 实际上 你少量得用 用在散机或者玩具里边 它才能有多大量 你用这10克射箱 看起来很贵 它可以吃三个月 那算起来并不贵 非射箱不可 如果说 它还有肝风 还有热相 可以加领阳脚 可以加入领阳脚粉 这种病人 现在 不多了 因为现在 流行性乙性脑炎的病人就少 就不多 所以后遗症当然也就少 而且一般说治疗得早 治疗得计时 也可以不留后遗症 1985年 在新疆 我去讲文病 他那个都是当地 全疆各地的医生 都是临床医生 其中有一位 是工厂的医生 他还真是家传 他父亲就是中医 这位女医生 四十多岁 或者他说 他那个儿子 十岁了 疑脑后遗症 或者让我看看 那孩子 发育得很好 保养的也挺好 又白又胖 白里头红 就是什么呢 胳膊拉抖 腿拉抖道 来回扒 因为他门口 他门口就是一条水渠 水虽然不深 但是挺宽 他说现在我们上班 都提心吊胆 这孩子自己在家里头 他自己出去玩去了 他能出去玩去 他什么都知道 但是说话 吐字不清 不能正常地发音 反应倒有 也能听得见 你跟他说什么 他明白 但是他不能表达 所以他自己 要出去跑去玩去 掉这河口里 就去严死 他说我们整天 提心吊胆 从他得了后遗症以后 上海 北京 各大城市都去过 他说进安宫牛黄丸 吃过一百多碗 这多大的经济负担 在八十年代 吃一百多碗 安宫牛黄 可想而知了 他说怎么办 他说我们太发烧了 我们几乎是倾家当产子 他夫妇俩就这一个孩子 把所有的财力精力 都用在这孩子身上 非常苦难 再到晚 这个再到晚也吃过 安宫牛黄也吃过 也没有什么效 老吃也吃不起 他说这孩子 还有一个特点 他到晚上他就烦躁 也不是每天都烦躁 他说我观察 凡是他烦躁之前 要发作之前 眼白 七血丝 红血丝 白眼呢 都是红血丝 他是问我 这是什么原因 我说那是肺热 因为眼白属肺啊 一起红血丝 他就烦躁了 就躁动 就嚷 说话不行了 他会喊 我说这个呀 不好办 咱们呢 用自己配完药吧 你再长期的吃 再到晚 安宫牛黄完 都不合适 而且你也确实吃不起 没必要 开个房间 基本上就是这些药 我认不着 咱们以三个月为期 算好了量 按照比例 吃三个月 其中用了射箱 大概是15克 因为他有肺热呀 一有肺热就烦躁啊 用的领阳脚 领阳脚用了20克 别的呢 基本上就是 活血 花痰 搜体经络 先吃三个月 我说这个大概 你能负责的问题 他说这么问题 喝一天一块多钱 一天三次 配蜜蜗 吃了三个月以后啊 他来了彭信 他说有进展 走路呢不像以前 那么半了 他说还吃不吃 我说你再来三个月 再配饮料 吃了半年以后 说这孩子呢 现在说话 不能像正常人一样 但是 发音可以了 叫爸爸叫妈会 你颜色有进步 我说那你就这样 停他两个月 隔一段你再吃 这个长期吃 没有什么坏处 因为什么 活血的 话痰的被 配五上 补气 滋阴 养血 扶症 兼公鞋 不会有大害 后来就没有再联系 就这么个情况 脑血栓形成 或者脑溢血后遗症的 遗留地板身不随 这类的药物照用 不光是遗脑后遗症 只要是痰语阻落 肢体不力 都可以考虑 无非是化痰活血 经络阻塞是一样 心胞阻塞也是一样 它为什么呆迟 不就是心胞蒙蔽了吗 也是痰语阻落 组织心胞落 你活血化痰不也同样是开窍吗 所以都可以使用 关于蜀蜂病 到这咱们就结束了 下面我归纳一下 蜀蜂 是外感蜀蜇而发病 蜀蜇侵入人体 可以不经过位分 不出现表症 因为蜀为热脂肌 再一个 夏天人体的机能状态 奏理开泄 由于气候炎热 经常地出汗 又好气伤音 正气也不足 几方面的原因 导致它 可以长期直截入理 发育气氛 所以初期 往往就见气氛症 这是一个特点 气氛呢 还有加湿 不加湿的区别 如果单纯的鼠鞋不加湿 那属于鼠热病 它发气氛鼠热 鼠热病的表现 首先是 入肺胃 手太阴肺 和中胶的足阳明胃 导致肺胃热 出现大热 大咳 大汗 慢行大 治疗 用白虎汤 如果 如果 鼠热伤气 耗气伤筋 进入发展 肺胃热血仍胜 又有 肩气阴两伤 以鼠热为主 肩气阴两伤 就用 白虎加人参汤 白虎加人参汤 它是 用白虎来退血氧 用人参来顾正氧 总的来说 这个方计 还是偏于 实证为主 以邪胜为主 兼气阴两虎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 鼠邪 伤筋 耗气 更为严重 那就 偏虎了 但是呢 鼠邪还剩 就是气阴两虎 更明显 用王孟英的清水 一吸它 油果 再进一步发展 由气阴两虎 再发展 耗气伤筋 越来越重 最后 可以导致 虚脱 金气一脱 那就要 补气 生金 两汗 故脱 代表房积 生脉伞 如果 金气脱 阳气 大量流失 可以亡羊 亡羊的情况下 就用神腹汤 这个过程啊 就是 鼠热的气氛症 由食 向虚发展 如果 鼠热 又加湿血 那他就发气氛的属湿病 气氛的属湿 情况也不一样 一种情况 他是 杨明卫 加太阴皮氏 简称就是 胃热 加皮氏 或者是 中胶 属热 加氏 总而言之 集中在中胶皮胃 以大热 大壳 大汗 脉红大 心烦 尿少 为主证 又坚有 碗焖 深重 或者恶心 烟油腻 热为主 坚实血 用白虎夹 仓助他 这是一种类型 另外一种类型 鼠实血气 不是集中在中胶皮胃 而是弥漫周身 从上到下 全身都有 既有三胶鼠热 又有三胶的实血 弥漫性的 这种情况 因为它不是集中在中胶 你就不能用白虎夹 汤煮汤 应该 清三胶鼠热 化三胶之实 代表方计 三十胶 三个石入三胶 石膏 入上中胶 心寒药 清气 透热 寒水石 入中下胶 咸寒 清中下胶热 滑石 立下胶 立小便 从湿中泻热 当然还要配合其他药了 以三湿为军样 清三胶之热 立三胶之湿 气氛 这么两大类 这两类 因为 它是以鼠热为主 所以最后的发展趋势 是热血 把湿血化掉 湿从造化 化造成温 所谓化造成温 就是指 它转化成温热病 那就和上面这个 是同一类了 这三类 和这两类化造以后 它们可以 可以入营份 也可以入血份 特别是 属入废位 这个类型 和这两个类型 如果持续高热不解 可以入营 也可以入血 入营入血 类型比较多 首先 属入心营 第一个类型 属血 入首绍阴心 或者说 首绍阴心包 营份 它有两种类型 这个咱们以前都谈过 或者是出现 热灼营音 或者是 热入心包 弹热蒙蔽心包 如果出现热灼营音 治疗 用轻盈它 如果是弹热蒙蔽心包 用轻功它 同时 还要送福 安宫流花丸 还要用流花丸 用轻功它 轻盈养阴 用安宫流花丸 国谈快窍 这是属邪入心营 它和春文病里面讲内容是一样的 因为它都是温热 性质是相同的 治法也一样 如果属入血分 一种类型 可以导致 热伤肺落 属伤肺落 属热血气 损伤肺落 实际上呢 它是气血两番 肺热胜 热无出路 滴入血分 导致 口鼻出血 因为 因为 它和老宅 都有科学 相似 所以呢 给它叫鼠寨 另外一个名 也叫鼠寨 治疗 西角地黄汤 和 银翘散 用西角地黄汤 和银翘散 这实际上是气血两番 再一种类型 血热冻血 实际上 它也是气血两番 不过这个抽血呀 不是集中在肺部了 不光是科学 吐血 溜血 或者勇血 它是可以导致全身出血 可以吐 可以溜血 可以便血 可以尿血 也可以发斑 它不局限于肺 是全身性的出血 伴随着神魂狂躁 或者是红溃不语 也就是说 它可以是血热冻血 还可以兼弹热蒙蔽心包 病情很重 治疗呢 用神随单 王孟英 温热精微的神随单 因为这个方祭呀 现在没有成药 所以可以把它做成汤祭 如果 兼有神魂 红灰不语 蒙蔽心包的 可以加 配安公灵黄碗 这是一个类型 这两个类型不一样 这个是肺出血 这个是全身性的出血 所以这边 西角地黄汤 要合银翘散 鼠伤肺落 因为它在肺 所以要合银翘散 宣肺 就是一种情况 再有一种情况 鼠热可以冻风 吴菊通把它叫鼠咸 雷少艺呢 叫鼠风 是由于鼠热邪气盛 窜入足迫阴肝 而导致血热 出现冻风 治疗 灵脚沟腾汤 治疗用 灵脚沟腾汤 营分也好 血分也好 这个正后 发展到后期 邪热 大部分都退了 最后表现为 肝肾阴伤 心肾不骄 入哨阴小渴 入绝阴麻痹 就像这种情况 小渴 或者是 筋脉 麻痹 治疗呢 这种叫做 鼠伤心肾 治疗 用莲梅糖 黄莲乌梅 用酸肝 莲阴 这个方济 这个正后 和春闻病里边讲的 真阴欲结 状火腐质的区别 春闻病里的 真阴欲状火腐质 他热邪仍胜 可以说 两边均等 所以他清热 和滋阴 并重 这个正后 阴伤重 偏于阴伤 所以清热 力量比那个小 滋阴力量比那个大 特别是 赢份 血份 如果 治疗完了 病人呢 热也退了 但是最后 遗留下 后遗症 他的具体表现 或者痴呆 或者耳聋 或者失明 或者肢体偏肺 这一系列的表现 病机 痰与阻落 痰和医学组织经过 治疗呢 化痰 活于 通落 怎么才能通 必用虫类搜剔药 养医上 用三甲反 加剪 鼠物病这个发展过程 基本上 就是这么一个轮廓 先进入气氛 气氛可以由十项虚发展 最后 这也是微重症 也可以死人的 像虚发展 气氛 还有一种情况 是加湿的 鼠湿病 鼠湿病 因为它以鼠热为主 它也照样可以化到成为温热病 就这两种类型 热血都可以入瘾入血 导致营分症和血分症 其中也包括冻风 和鼠伤心肾 和鼠伤心肾 除了鼠蜂病之外 夏季由于高温多雨 它的病变种类很多 还可以发生其他的鼠病 这个其他鼠病和鼠蜂是什么关系呢 没关系 鼠蜂就是鼠蜂 它有它的发生发展规律 这个咱们刚才给大家总结完了 整个这个发展过程 就是鼠蜂的表现 它相当于西医所说的 流行性乙性脑炎 简称大脑炎 或者是钩端螺旋体病 这一类的重病 除了这一类病之外 除了鼠蜂之外 其他这几类 比它们要轻 一般它病程短 病变轻 不是鼠蜂 应该说从病名上讲 它们是病列的 可鼠蜂是病列的 因为这些病轻 就不作为重点 那它本来就简单 所以咱们附带得介绍一下 但是因为夏天也经常出现呢 所以也应该会变成论质 第一个是冒鼠 感冒的冒 就是夏天的感冒 因为感受到鼠迹 所以叫冒鼠 它以鼠蜀邪气 侵犯机表 出现肺位的见证为主 它邪的部位浅 病情轻 一般不向理发展 这叫冒鼠 冒鼠可以分成两类 一种类型 是鼠蜀内蕴 含邪竖表 也就是体内有鼠蜀 气氛有鼠蜀 胃分 有含邪 这种情况常见呢 为什么体内有鼠蜀呢 因为夏天气候炎热 潮湿 鼠蜀就弥漫在空间 它也弥漫到人体 不过正常的人体呢 它天热它出汗 通过出汗 可以把进入体内的鼠蜀 发散出去 能够散 可是如果 过去说 叫贪凉银冷 比如说晚上在外面睡觉 睡着了 突然下雨了 或者突然降温了 你睡着了不知道啊 第二天就受寒了 现在这种情况最多 因为空调很普及 外边鼠蜀特别盛 一身大汗 进屋里赶紧开空调 冷气一吹 浑身发紧 头痛身痛 里边的鼠蜀呢 跌在里边发散不出去了 所以 它内有鼠湿 外鼠寒血 就这么个病 空调病常见 临床表现 发热物寒 头痛无汗 身形狙击 顽痞心烦 口渴 腻黄 口渴 脚变黄 舌苔薄逆 什么颜色呢 黄 薄逆而黄 脉相如说 外有寒血 竖表 所以 它误寒 发热 误寒 是发热中 是误寒中 发热中 因为 它内有鼠热 所以 正邪相成发热 再加上内有鼠热 发热为主 但是它肯定要有无寒 寒热同时出现 这是表证 那么请问 这个表有寒 和伤寒一样不一样 这不也是感受寒血吗 和伤寒一样不一样 它是不是伤寒 不是 为什么 夏天 气温 比如说38度 你这空调开到28 突然有38度的 气温 进入空调的房间 28 算不算寒 38和28比 28就是寒 冬天的寒 是多少度的寒 冬天的寒 在咱们北京地区 是零下10度左右 到了黑龙江 就零下30度 这零下30度 和这28度 零上28度 差多少度 差了快60度了 这都叫寒 寒和寒一样 冬季感受的寒血 是真正的寒血 而且冬季人体的奏理 是避赛的 受寒之后就更避赛 所以他误寒中 发热情 夏季感受的寒血 是相对而言 是针对着那个高温 来比较 38度 突然进到空调房间里头 28度 实际上要到冬天 28度 还是迎寒反温的 还反常的 可是在夏天 他就寒 相对而言 这种寒不能看作是伤寒 他虽然有无寒 和伤寒的性质不一样 奏理 比赛不那么严 但是呢 他毕竟是油热 又受凉 所以奏理仍然是比赛的 他和冬天的比赛 形式不一样 程度不一样 但是他毕竟是比赛 所以无汗 没有汗 体内的鼠热 和湿血 就发散不出去 正常人可以通过出汗 把体内的鼠湿排泄出去 这种病人 因为奏理封闭无汗 鼠湿不能外节 所以就避在里边 出现 顽脾心烦 口渴尿黄 既有鼠热伤筋的表现 又有十足气机的表现 蛇胎 薄腻 因为他外感的是寒血 体内的鼠湿 是避住了 但是也不重啊 所以蛇胎薄腻 黄 不厚 因为他有湿 所以是如硕满 这病人浑身发紧 是因为寒煮收饮 但是他也不像冬天 伤寒那么严重 周身骨颈繁腾 到不了那程度 就是神人发紧 治疗 是新温节表 还是新凉节表 书表散寒 是新温还是新凉 新温 因为他毕竟感受的是寒血 夏天的寒 同时鼠内 体内有鼠湿 要地鼠化湿 也就是清鼠热 化湿多 地鼠化湿 代表方济 是温病调变的 新加香茹饮 新加香茹饮 是香茹饮加碱 它的组成 香茹 银花 鲜扁豆花 后破 连翘 香如新温芳香 能够解表散寒 还能够芳香化湿 既能解除表寒 又能芳香化里湿 夏日之香茹 如冬月之麻黄 它和麻黄的功用相似 都是三汉截表 但是它力量要比麻黄 柔和的多 银花莲鞘 清凉喧透 从里边清水热 它有清的作用 同时又能外透 随着香茹的发表 散寒 表一解汗就出了 随着香茹的解表散寒 银花连翘就把里边的水热向外透 同时银花配扁豆花 这两个都是芳香 扁豆花用香的芳香化灼 两个芳香药能够化湿灼 厚魄 苦温 造湿行气 因为它体内有湿 所以用它来造湿 行气 使湿灼下行 这个方计 无极通加减的很好 药物不重 很清零 但是它能够 既能够解除表含 又能够清化蜀石 如果说蜀石比较重 口渴重 小变黄 可以加清热药 说明里边蜀热重 加竹叶 西瓜翠鱼 清热解蜀 加荷叶 方向化石 如果热再重 体温到四十度很高 石膏也可加入 可以加点石膏 如果说它湿比较重 有的病人发烧的同时 有恶心 吐 说明湿阻气机 为气不降 可以加重去湿的药 比如说 加火香配蓝 方香化石 火香还能解表呢 增强了香茹的解表作用 同时又能化石桌 可以加化石 可以加花石干草 六一散呢 立小变 使湿蝎从小变而去 给湿蝎从下边找出路 根据具体情况 灵活加减 这是一种类型 它的特点 含鞋竖表属湿内蕴 可以说呀 用八纲辨证 它是表里通病 用胃行血辨证 它是胃气通病 所以 心加香如瘾 是表里双结 解散代表之寒 清化里边的术实 再有一种类型 跟这个类型不一样 它是暑热 加湿血 清洗肺胃 临床表现 头晕 物寒发热 汗出 咳嗽 舌苔 薄 稍稍有点腻 薄腻 胎薄为腻 也就是薄腻胎 脉象如说 如果 他以物寒发热为主政 这属于冒属 如果以科为主政 还有个名称 就叫薄科 这个名称 也是雷少义 使命论里面出来的 因为以物寒发热为主政 他并代表 主要是肺时悬降 他还属于感冒类 如果以科为主政 那就是呼吸道了 窃管病变 所以叫薄科 就根据病情的行动 那治法也是一样的 用药上少有差别 关于他的治疗 下堂再来讲